感谢主 这次被告知你们现在正在进入 出埃及记 这个《结晶读经3》第一篇的信息 这个进度是 感谢主 非常的快 我们目前那里 我们还在进入 这个国三节特会信息 无论如何 这一次我去美国也参加了 这个现场训练 这个信息 出埃及记《结晶读经3》 就是延续我们上一次 所追求的出埃及记《结晶语2》 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次有那么一个机会 好好地来深入 这一卷书所启示的丰富 我们知道整卷出埃及记 就是说到神救赎的一本书 第一部分从第一章 一直到第十九章 说到神如何借得摩西 把他的子民以色列人 从埃及给拯救出来 以色列人是无法 从无法凭着自己 能够离开埃及 乃是神用他大能的手 这个特别从第五章 到第十一章 说到神跟法老之间的冲突 这个十次的冲突 这个十二次的冲突 十次的降灾 神是用他大能的手 把他的子民以色列人 从埃及给救出来 神见得摩西要带他 指明出来要经过三个战口 第一个就是经过旷野 第二个就是来到山上 末了就是要进入美地 那我们上一次所追求第二部分 就是出埃及记 从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五章 说到以色列人来到山上的故事 那我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不久 那神见得摩西啊 神很明确地告诉摩西 你把我的子民从以色列 从埃及给领出来 你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山上 来侍奉我 可以说上一次啊 第二次的这个《捷经读经》 完全是说到以色列人 来到山上的故事 神有一个心意 要他的子民离开了埃及 经过旷野来到山上 为什么要来到山上呢 因为山上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神把他子民带到山上 第一 神是要把他子民啊 带到他的同在里 神渴望与他们有交通 这是神带他子民 来到山上的第一个目的 那第二呢 神要子民来到山上 乃是要他们在山上来侍奉他 神渴望得着这帮的子民 成为一帮侍奉他的人 神要这帮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 在西南上下 神告诉他们说 我像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见我像老鹰一样 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你们就要在万民中 做我自己的珍宝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做什么 圣别的国民 非常的明确 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救出来 就是要他们成为他眼中的珍宝 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 成为圣别的国民 那我们知道这帮堕落败坏 亡梗的以色列人 到底在神眼中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如何能够成为神眼中的珍宝呢 神说啊 神把他们带到山上的用意 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们更多来接受他的传输 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们留在山上 留在于他面光的交通中 好让神能够将他自己的本质灌注到他们里面 神说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神的意思是说 就是要他们更多来接受他的分次 好让基督能够更多构成到他们的里面 他们就能够成为 在神眼中成为神眼中的珍宝 他们就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 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 乃是被神所充满的人 地上最崇高的职业 就是花时间让神来注入 这就是神他子民来到山上的目的 要他们在山上来侍奉他 这里所说的侍奉 不是要他们来为神做什么 乃是要他们成为敞开的器皿 让神能够把他自己灌注到他们的里头 好叫他们成为圣别的国民 感谢主 所以来到山上 你这里看到有三班的人 一班就是山底下的以色列人 他们虚然进出了埃及 过了红海来到旷野 享受天天享受玛纳 也享受所谓裂开磐石所流出的活水 来到了山底下 但是我们看见 在山底下的这帮以色列人 大体的以色列人 他们对神仍旧不认识 他们对自己也不认识 他们完全 为什么呢 因为神说 当神把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 他们竟然会说 凡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这就说明他们完全对自己不认识 不认识他们是个堕落的罪人 是无法来遵守律法 另外他们对神也不认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那里造出一只金牛犊 在那里拜起金牛犊 甚至说这个金牛犊 这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 我每次想到这里就很受警惕 虽然可能我们有前面 我们享受了一夜节的羊羔 我们也过了红海 我们也吃了玛纳 我们也喝了活水 但是我们恐怕 也像这帮大体的以色列人 我们对自己仍旧不认识 我们对神也不认识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需要散散 所以在三腰有一般的人 就是由摩西亚伦 拿达亚比户 还有七十个长老 就是以色列中的尊责所代表 他们就好一点 他们在半三腰远远地观看 看见神的脚 仿佛什么 平铺的蓝宝石 像天一样的明镜 是他们在那里对神有看见 对神有认识 但是他们对神的看见 和对神的认识 还只是一个局部性 不是那么的清澈 不是那么的完全 不够那么的清楚 亚伦就是在其中的一位 亚伦在山上是看见了神 他们也在那里观看神 又吃又喝 在那里敬拜神 但是等到亚伦下山了 异象又模糊了 阿们不阿们 一到山底下 他既然受不起 经不起以色列的送用 结果他也造出一只金牛肚 陪着他们造出金牛肚来 说明他对神的意象看见 又模糊不清 所以弟兄姐妹 上了山不可以再下山 上了山我们还要继续上去 成为第三班人摩西所代表 弟兄姐妹重点就在这里 神要他的子民来到山上 就是要我们到山顶上去 在那里没有任何的遮蔽之物 在那里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 摩西能够在那里 对神有清楚的看见 清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也就是在山上 摩西对神有一个清楚的看见 他不仅看见神的意象 他也看见了神的心愿 他在山上注入了四十周四十夜 这里特别强调 这就是神的心意 要把子民来到山上 与他面对面的交通 所以摩西在山顶上 四十周四十夜之后 神就把他的心头愿望 神就把他的心愿 向摩西给启示出来 神的心愿是什么呢 神说你要为我造一个圣所 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 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居所 所以草木的意象 草木的启示 就在那里启示给了摩西 我们要看见神心愿的意象吗 圣徒们 我们不仅要上山 我们还要注留在山上 一段残的时间 我们是要花时间与神同在 花时间让神不断地来贯注 好 叫我们逐渐地越过越清楚 我们神里头 他那个心头的愿望 兄姐妹 好 这一次我们来到第三次的 《洁经读经》 那范围就是从25章第10节 到第30章 讲到这个草木的各种器具的 这个意象 如何的制作 怪草木里头各种的器具 的启示和他的制作 一幅图画远胜千言万言 感谢主 这一次弟兄们就把这个 草木的图画很清楚地 在这里揭示了出来 说到这个草木 它就是启示出什么 神在地上的一个居所 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 这个居所就是神与人同住 互相居住的一个居所 借着草木这幅图画 这幅草木是神亲自所设计 里头每一样的器具 无论就是它的材料 或是它的尺寸 或是它的颜色 形状如何制作 一切都是由神亲自所设计的 这里没有给人有任何的机会 来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人不能照着他自己的喜好 这个观念来制作 必须一切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 弟兄姐妹 神能够设计出这么一个图画来呢 这个草木这幅的图画 或者说代表神在地上的居所 这幅图画就说出了神永远的经轮 弟兄姐妹 到了约翰福音一章 我们看见什么 太初有画 画与神同在 画就是神 到了十四节就说到 画成了肉体 师大草木在我们中间 是丰丰满满的 有恩典 有实际 到这里我们才领会 原来出埃及记三十章 所说的这个草木 所启示的这个草木 原来是一个活的人为说的 也就是这位主自己 所以这里说到草木 就是这位基督的一个预表 感谢主 主说这个甚至说 画成了肉体 师大草木在我们中间 主耶稣就是神成为人 从玛利亚的腹中 穿上了人的身体 而他所穿上的那个肉体 是什么 他就是草木的一个预表 他就是一个活动的草木 神就住在他的里面 感谢主 主耶稣来 神来成为人 就是来成为这个草木 你说草木是怎么回事呢 你来看这幅图画 草木有三个部分 有外院子 有圣所 有至圣所 而且它是有个入口的 我们原本都是在云外 我们原本是与神 是无分无关的 在神诸约的应许上 我们都是居外人 我们活在地上是没有神 也没有指望的一帮人 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神来成为人 成为这样的一个草木 为的就是要把我们带进神里面 主说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实际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神来到地上有一个新意 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到神里面去 我们的神 主耶稣来 是神成为人 祂成了这个草木 草木就成为一个 它就成为一个什么 可进入的一位神 这位神是我们可以进入的 这位神是我们可以来接触的 这位神是我们可以来享受的 所以由这个草木的图画所表征 神来成为人 神是在至圣所 这个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 神成为人 就是有一天神来成为人 一路来到外宴子 来到祭坛那里 来做什么呢 主耶稣来 就是要把祂自己给献上 当着什么 这个借着永远的灵 把祂自己给献上 成就了永远的赎罪记忆 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献上什么 房记 树记 平安记 赎签 赎罪记 姚记 赎记 各种的祭物 这些祭物都是基督的预表 基督就是在所有祭物的时期 神来成为人 就是主耶稣亲自来成为 这些祭物的时期 把祂自己给献上 成就了永远的赎罪记 赎头们 神来成为人 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 留学神秘 好叫我们这些 原本与祂无分无关的人 借着祂的救赎 我们能够被带回到神里面 人如何能够成为神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来进入各种区具 属灵意义的目的 借着这些各种的区具 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 来了解我们人 如何能够成为神 人如果要成为神 我们就需要经过 整个这些的过程 从外宴子进入圣所 再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 我们需要享受 整个藏目里面 各种的区具 这些区具都是基督的预表 这些区具说明 我们对基督各方面的经历 对圣童们 所以整个藏目 不仅说出神的经论 人要成为神 神要来成为人 这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 人如何能够成为神呢 第一我们需要来到祭坛这里 在祭坛这里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 在这里我们听到主耶稣 如何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留学生命 我们也听到光乎主耶稣 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福音 我们的心就受感动 我们就愿意向神敞开 我们就愿意来接受主 做我们的救主 圣童们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地方 阿们不阿们啊 有一天人把你请来听福音 就是把你带到这里 在福音聚会里面 你听到福音的传讲 告诉你 主耶稣如何爱你 主耶稣如何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留学生命 我们也听 主耶稣为我们受死的福音 我们心也受感动 我们就因此而得救 我们不仅得救 这个祭堂也是我们奉献的地方 像保罗所说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一个活祭 我们如此事奉 也是什么 理所当然 得救是一回事 把自己奉献给主 来过照会生活 是另外一回事 多少时候 也许我们是得救了 但是呢 我们还不一定 有真正生命的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 真正对主有追求 乃是到了有一天 我们不仅得救了 我们也是在祭堂这里 被神的大爱所感动 被神的大爱所困破 我们起来有心爱主 追求主了 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 来过照会生活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开始 我们就会继续往前 从房祭堂来到洗灼盆这里 到了洗灼盆这里 就是我们这次所追求的 我们就经历这里头 化中之水的洗涤 在祭堂这里 我们经历它血的洗净 在这个洗灼盆这里 我们经历它水的洗涤 这里的水就是表着 赤生命的灵 在我们里面做洗净的工作 虽然我们得救了 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还张然属地许多的污秽 就早期犹太人 当时没有我们所穿的皮鞋 也没有所谓的搏油路 都是泥沙路 所以他们只要一走出去 脚一张到地上的泥土 又是汗又是泥土 整个脚又脏又臭 所以在他们进到房屋里之前 每一家每一屋前面 都有所谓的洗灼盆 他们必须要先洗手洗脚 好叫他们能够进到屋子里面 享受 特别在用餐的时候 那更是重要 必须要洗手洗脚 除去所有的污味和臭味 我们才能够什么 在餐桌上有美好的享受 圣童们 这里就是一幅图画 我们要进到会幕里 也就是照会生活的一幅图画 照会生活就是享受桌子的生活 这里的桌子就是 神所摆设的宴席 这里有十二颗饼 让我们来享受 那你要来享受吗 圣童们 我们想先经过洗浊盆 这个赐生命之灵 在我们里面洗涤的工作 重生的洗涤还有什么 还有圣灵的更新 借着这样的洗涤 我们就够资格进到圣所里面来了 兄姐妹 在圣所里面 我们就来到桌子 成色饼的桌子 这个成色饼 英文叫 the bread of the presence 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光中 享受神的同在 与祂一同作息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饼 主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饼 吃我的永远不饿 喝我的永远不渴 我们的神是可吃可喝的 赞会生活就是什么 享受的生活 享受基督做生命饼 享受基督做生命饼 这个就是成色饼的桌子所表明 我们的赞会生活应该是满了吃喝享受的生活 接着这样的享受 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怎么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呢 当我们在祭坛那里 我们就得着了重生 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 我们怎么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呢 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你需要经过洗桌盆 而来到桌子的面前 这岂不是我们每天该有的基督徒生活吗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是 哦 主耶稣 哦 主耶稣 为什么要操练我们的灵 弟兄姐妹 一面是在把我们自己更新奉献 一面也是经历什么 话中之水的洗涤 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来的聚会中 我们都要鼓励大家要开口操练灵 释放灵 弟兄姐妹 这样的开口操练释放 就是经历什么 这个洗桌盆的水啊 在我们身上再来做洗涤的工作 把我们身上所有一切属地的污秽 弟兄姐妹 借着这个水的洗涤 能够清洗干净 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来享受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饼 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弟兄姐妹 生命在它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当我们把基督更多 接受到我们的里面 享受到我们的里面 这丰盛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生命加多了 光就加强 这个光就在我们里面 照耀 建察 焚烧 阿们 弟兄姐妹 这就是金灯台的经历 这里有七盏灯啊 那个光是加强的照耀 那个光是加强的建察 把我们里面的纯心 我们的急 我们里面的肉体 都要被什么 借着光的照耀 一面在那里照耀 一面也带来它的对付 基督的十字架 要在我们身上 做杀死的工作 对付我们里面的急 我们里面的肉体 我们里面的天然 圣童们 这就是灯台啊 被锤打出来的故事 我们得救了 圣童们 我们里面啊 神的生命 就进到我们的里头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里面啊 都有了金子 因为神的生命 就是由金子所表征 这里所说的金子 要一塌连得的金子 一百磅 那将近是四十二公斤 那个金子啊 是锤打出来 一个台的形状 里面来说 我们得救了 我们有神的生命 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借着 橙色饼的桌子 我们享受神 更丰盛的生命 这里所说的生命 被我们享受 接受到我们里面的生命 就像这里金子所表征的 圣童们 还是要经过神的垂打 阿们 这个垂打不是我们个人 必须是团体 连同其他的圣童们 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过 照会生活一幅的图画 照会生活是个团体的生活 在这里 我们彼此啊 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垂打 神在我们身上 十字架的制作 让我们里面所享受的金子啊 越过越垂打 垂出一个具体的形状来 什么形状呢 就是啊 有座 有干 有知 有悲 有花饿 有花苞 就是一个金灯台的形状 而这个金灯台 就是基督的形状 听见没有 我们越被垂打 我们就越被摩成神 儿子的形象 哦 这是金灯台的经历 完全是内在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经历啊 神在我们里面 更新和变化的工作 我们越被变化 我们就越被磨成 我们越被磨成 我们就越在心思上 我们就能够 以我们这位族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我们就能够来到乡坎这里 我们就能够献上 我们的祷告 这个祷告就不再是一种 天然的祷告 这个祷告就能够 以基督天上执事的代求 是一致的 他的心思成了我们的心思 他的意念成了我们的意念 我们就能够在这里 与神同共 与他一同进代求的执事 而借着祷告 就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面 兄姐妹 这个至圣所 就是我们灵的一个预表 借着祷告 圣童们 我们就进到至圣所里 我们就来到约柜这里 就是今天早上 我们所要交通的这个题目 这个柜被称为什么 借 因为在约柜里面放了三样的东西 哪三样东西 有个金罐子 里面放着隐藏的玛纳 还有第二项什么 亚伦发芽的杖 第三项是什么 约柑 约柑就是刻着那十条诫命 我们在上一次的追求里面 已经点出来 弟兄们点出来 这个律法 神把律法颁布下来 律法就是神的见证 律法就像神的一张照片 在上上 神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他的律法颁布下来 给他的子民以色列 以色列人天真以为 神把律法颁布下来 是要他们来遵守 所以他们才会说 方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循 不 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 神的心意 乃是要他的子民来认识他 律法就是神的见证 律法就启示出神的琐事 这十条诫命 还有他所颁布的律律跟典章 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神 乃是一位爱的神 是圣别的神 是公义的神 对不对啊 是公平的神 是信实的神 这个是真实的神 是妒忌的神 律法就把神的琐事给启示出来 这个神所颁布的律法 就像神把自己的照片给以色列人 给以色列人看看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哈利路亚 所以律法就被称为什么 这个见证 这个两块石板刻着十条诫命 所以这个石板就被称为见证的板 而这个见证的板放在约柜里 所以约柜就被称为什么 见证的柜 而见证的柜是在栅木里面 所以栅木也被称为什么 见证的栅木 整个神指明生活工作行动的中心 就是这个赵木 而赵木的中心是约柜 而约柜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法板代表神的见证 神就是渴望得出一个见证 整个赵木就是赵会的一幅图画 而赵会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见证的柜 就是代表什么 神要得着一个见证 今天我们在这里过赵会生活 圣童们 我们的中心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负担是什么 就是要背负神的见证 如果整个栅木里面是没有约柜的 那个栅木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栅木之所以有价值 因为里头有约柜 约柜有价值 因为里面有见证的榜 代表神的见证在哪里 圣童们 当我们进到约柜这里 至圣所享受约柜这几个项目 刚所说的隐藏的玛 这个在金罐子里 弟兄说 这个隐藏的玛呢 在金罐子里 金罐子又在约柜里 隐藏的玛呢 就意表紫 这个金罐子就意表什么 负 这个金就代表负神圣的性情 那说什么 质在负里面 然后金罐子又在约柜里 约柜就意表扩大的基督 基督的 所以负也在质里面 所以隐藏的玛呢在金罐子里 金罐子在约柜里 它就表明什么 表明质在负里面 负又在质里面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合并 这个我们越享受约柜的项目 我们越经历 我们与神成为一个合并 在生命性情样式上 我们要与神成为一世一样 事实上这约柜里 这三个项目 就意表这位商与神 金罐子就表征负 要能发芽的账就表征质 这个法板就表征什么 生命之灵的律就表征灵 也就是说明这位商与神自己 接着享受约柜里的项目 圣童们 最终的结果 我们全人要被商与神所构成 我们里面要满了神圣的性情 我们更被带进复活的实际里 带着复活 怎么做完的 在复活里为神掌权 我们更被神做成为他的见证人 生命的见证人 我们在生命性情样式上 与他成为一世一样 我们就成为神的见证 神在地上荣耀的见证人 这就是我们在至圣所对神的经历 你们有没有看到整个詐木的图画 人如何要成为神呢 就是要经过这些的历程 要经过从外验子 再经过圣所 最后进到至圣所里 一层一层 一步一步更深的进入 这说明我们整个基督徒的成长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生命长大的一生 而生命的长大是有历程的 是有步骤的 是一步一步更深入的 从证目这幅图画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得救 我们的奉献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过的证会生活 我们的享受 我们如何被神来制作 我们如何以神同工 我们至终被上一神完全的所构成 阿妹我们里面满了他神圣的性情 我们在复活里为他执掌完全 我们更成了他生命的见证人 兄姐妹在外验子这里 我们经历我们在生命上与他连结 为什么 因为我们接受基督做各种的祭物 他就进到我们里面 与我们在生命上有连结 在圣所这里 我们就经历与他在性情上调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吃了橙色饼的桌子 我们就把基督接受到我们的里面 他是我们生命的饼 生命的活水 他就在我们把它接受到我们的里头 他就在我们里面 带进新陈代谢的变化 哈利路亚 我们就被更新 就被变化 就被磨成了 兄姐妹到了至圣所里头 我们就经历与神成为一个合并 兄姐妹 神与人最高的关系 就是在生命上连结 性情上调和 在人位上成为一个合并 这就是神永远经伦的启示 就是由这么一幅栅目的图画 完全说明出来 兄姐妹好不好啊 太棒了 我们越看这个图画 我们里头越敬拜神 谁能够设计出这么一个图画来呢 只有我们这位神自己 你一进到栅目里面去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 你从上面看 你从下面看 从哪个角度看 你所看到的每一个器具 它的材料 它的颜色 它的尺寸 甚至连小小的银钩子 兄姐妹 这一切你所看到的 竟都是基督的预表 整个旧约里面 最奇妙 最包罗的预表 就是这个栅目 神把这个栅目的意象 启示给我们 要我们来经历 让我们来享受 这里面所有的器具 都是基督的预表 是为着我们来经历和享受的 所以今天早上第一篇讲到 见证的柜 讲到这个柜 被称为见证的柜 说明什么呢 你看我们来读第一大点好吗 约柜预表 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 也表真基督是上一神 与他子民同在 为着完成他的经轮 所以特别第三章点说到 至圣所里的约柜 表真神居所 造会的中心 约柜表真神的家 造会的内容 好我们来读第二大点 约柜是用造甲木包金做的 表真士林的基督 做神的具体化身 并做神性与人性的调和 人的建造 住在我们里面 阿们 好第三大点 四个金黄和柜盘的两根杠 表真做神见证的基督 在地上的行动 还有第四大点 第二个曼子后 还有一层帐墓 叫着至圣所 有四面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成玛纳的金冠 和亚伦发过牙的帐 两半约柏 刚刚说到 整个神子民生活的中心 就是这个帐墓 如果我们回到旧约 这幅图画来 神就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来将近有两百多万 这两百多万里面 假设说五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 当他们安营 无论是他们安营或是拔营起行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行动 他们的工作 完全都是围绕着帐墓座中心 如果你吸毒的话 神规定他们 特别在安营的时候 东南西北 每一边都有三个支派 围绕着整个帐墓 整个帐墓座中心 然后十二个支派 就扎营 围绕着这个会墓座中心 在那里扎营 我刚刚说两百多万 五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面 那就是整四十万的帐篷 而每一个帐篷 他们的门口必须要对着会墓 我这个帐篷围绕着这个帐篷 我说我的帐篷 门口必须要对着这个帐篷 这说明什么 你从这幅图画来看 圣童们 无论是他们的安营 他们的生活 或是他们行动拔营起行的时候 前面路 后面中间就是约柜 就是这个帐篷 还有这个约柜 说明整个神子民的生活 工作行动的中心 就是帐篷 也就是这个见证的柜 感谢主 这说明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图画 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照会生活 必须是以照会作中心 更是以神的见证为中心 我们必须要成为一帮 背负神约柜的一帮人 意思是说神的见证 要背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过一个一般性的照会生活 主兴起他的恢复 从那么多基督教的团体里面 兴起我们做他的恢复 到底是做什么呢 不是另外多家一个团体 我们是主的恢复 是有使命的 是有托付的 我们的使命托付 就是要来当父神的见证 我们不是仅仅在这里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不是仅仅在这里做一些牧养照顾人的工作 福音师老师说到 是你们要往普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这个马可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一切的受造之物 这个路加福音也说到 我们要出去传设罪的福音 约翰福音说到 我们多结果之 父就因此得荣耀 不错 福音书是叫我们要前去 前去传福音 前去结果之 可是到了使徒行传 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要留在 你们要从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人 今天主兴起我们 不仅只是来做一般传福音的工作 这是许多基督教徒也都在做的事 也不是仅仅去做一些 照顾牧养人的工作而已 这些是必须的 但是我们做这一切 更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兄姐妹 要把他们带到葬牧里来 享受葬牧里各种的器具 至终能够进到这个约 至圣所里面 能够来与神相会 在至圣所这里 这一次有两篇 还有第二篇讲到这个约柜盖 这个约柜盖 在这个盖的上面 神要来与人相会 神要在约柜盖的上面 向人说话 为什么这次启示葬牧的器具里面 第一件事提到的就是约柜 因为这个说出神他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第一神的心意就是 他要得着一个见证 这位看不见的神 渴望得着见证 有一帮人要被他做成为他的见证人 神要得着一帮人 这一帮人要经过他的制作 被他来充满 让他来尽透 至终能够成为彰显他 代表他的人 这一帮人就叫做祭司 学神说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归我做什么 圣别的国民 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圣别的国民 成为他眼中的奇珍珍宝呢 乃在于我们更多让他来贯注 让他来充满 这样的一帮人在哪里 丢姐妹 神今天在他的恢复里 就是要得着这样的一帮人 他们是渴望进到至圣所里了 为什么 因为神就在这里 神要与这帮人发生关系 神渴望与这帮人面对面的交通 所以就有第二篇所说的 耶贵盖 就是那个平息处 也就是施恩的宝座 神渴望有一帮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靠着耶稣的血 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丢姐妹 神渴望有一帮人 是这样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 在这个约柜盖的上面 平息处上 神能够与他们相会 神能够向他们说话 神能够把他自己 灌注到他们的里头 至终让他们能够被神来制作 成为神生命的见证人 Oh,Hallelujah 圣徒们 当愿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般人 所以说到这次 约柜的 见证的柜这幅图画 也就是说出 神与人的相调 神要把他自己调到人的里面 神要把他自己建造到人的里面 也要把我们建造到他的里面 所以约柜是什么 他是由造甲木包金所盖造成的 造甲木说出 基督拔尖的人性 品质尖刚 标准崇高的人性 讲到人性 里外都包着金 意思是什么 神性要以神性完全的调和起来 这就是神所要的建造 神与人的相调 神性建造到人性里 人性被拔高到神性里 这就是神所要的建造 这样的一般人里面 里面有什么 有法板所代表神生命的见证 他们就是神生命 这个是神啊 生命见证的一般人 感谢主 而且说到这个约柜 它有两个杠穿着 说明什么 整个杂木就是一个活动的杂木 我们的神是不断地往前 我们要与他同行动 时间实在是有限 对吗 无论如何 盼望今天早上这样的交通 我们能够对杂木这头图画 我们产生更高的真伤 一幅图画 远胜千言万言 从这幅图画 我们可以看见神永远的经论 他说出了神的心意 说出了神的工作 神工作的结果 他也说出了我们基督徒 一生成长的故事 我们如何能够在生命上 与神连结调和之中 与神成为一个合并 人就能够在生命上 性情样式上 与神成为一世一样 这就是神在人身上最高的目的 这也就是我们做人最高的意义 真的吗 阿们吗 求主保守我们 这一生不离开这个杂木 我们得救那么多年 弟兄姐妹 每一天我们都要在这里面转 每一天都要有这个神圣的旅程 感谢主 愿主保守我们 这一生不离开杂木 经历这里头 所启示各种的契机 所预表对基督的经历 而借着这样的经历 也让我们逐步的 渐渐的能够达到神心意所要 祝祝祝祂的说话 阿们 感谢